但是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 就是男生女生 互送對方這個禮物的時候 是 有可能他在暗示你 想要發展一些 真的嗎 就是下一步的關係就對了啦 有沒有 我們在南非就是流行 會送一個貓科的娃娃 然後這個送貓科的娃娃就是 如果你的另一半 通常都是新的情侶 如果這個女生收下了 就是代表她願意接受你 今晚一起做野貓 野貓 一起做野貓 對 一起學貓叫 一起 一起喵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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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喵 對啊 然後有一次呢 我就想說很可愛嘛 想說送一個台灣女生這個 一樣的貓科的一個娃娃 結果她直接跟我說 我喜歡狗不喜歡貓 你送我這個幹嘛 瞬間沒有Q 當然啊 被打槍 就有些女生可能 don't get it 對啊 運動 我們美國那邊 有一些是 比如說 白天 你送咖啡 就是一般的沒有什麼奇怪的意思 就是 我就是關心你一下 晚上送熱咖啡 就是不讓你睡 沒錯 真的 熱咖啡 然後這個東西 這個文化是已經到一些電動裡面 以及電動裡面可能有一個 之前那個新聞鬧得很大 那個GTA的那個電動 之前有一個就是可以那個密集那個code 那個code 反正你就按一個末式然後 還有一個東西叫做Hot Coffee 你就在電動裡面也可以看裸體 然後他們在幹嘛什麼的 這新聞鬧很大 但是就是變成Hot Coffee這個東西 OK 對就是有這個意思 好 我們現在知道賈斯汀都在玩一些什麼 對 我們巴西 巴西是比較直接 我們巴西就只會直接送一個 什麼樣 Underwear 好直接耶 沒有 性感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這一件 這一件是誰的 這些的 不是 A B C 哪一件 這個不是桌布嗎 哪一件是誰的 不是 費丹妮家裡抽屜都是 沒有 A女友來就哪一件 B女友來哪一件 這件是這個意思 不是 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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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幾乎會送一個性感的Underwear 但是我覺得這個是還好 可以找到更性感的 比如說如果是巴西的話 巴西就是一條線 繩子 繩子褲啊 對 好環保 所以你們會直接送內褲很明確的 那個就是 對啊 還沒開始夾網就可以送 沒有 可能就是有一點 有一點 感覺 對啊 而且這件是她自己的 不是我自己的啦 還好就是 New York Sea 她會教你穿 那你來台灣 有送過女生 女生有 對啦 應該女生都知道了 這個但各國應該就 對啊 而且費丹妮 費丹妮都團購 她家都好多香 那應該這樣問說 費丹妮來到現在送過幾間 沒有啦 我就是 沒有啦 沒有這件事 那女生要送男生什麼 女生送男生內褲的話 你們也會覺得是一種暗示嗎 那要看在什麼階段 應該是 叫我們去換吧 剛開始的時候應該是還OK啦 就是她覺得說 開始還OK 開始不OK 不是剛開始 就是交往到一段時間了 大概差不多有個半年了 她大概 一定你們之間一定也都大概差不多OK 她才會知道說 你穿什麼要特別好看 她也想探索你了 對 所以你也想去了解她 那我們送的 其實我送的東西會比較不太一樣 就是有些時候不要講得太明 你要講得太明的話就不好玩 送什麼 饅頭 不是送饅頭幹什麼 送饅頭幹什麼 一起揉面 我們送的東西是這樣 我上次去西班牙買過一個東西 那個東西就是 它是一個貓頭鷹的一個人的頭 但是它是有一個人的身體 它是這樣子 這幹嘛 也就是說 其實它是一對的 它是一對的 你有沒有發現有些時候 你回到家也可以去玩一些小聰明 或者玩一些小把戲 那會有一點比較 有一點浪漫的情調 所以你回來家的時候 你發現你可以把兩個人 頭放在一起的時候 那就表示今天晚上 有事情做啦 這什麼 蛤 蛤 蛤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 認主歸宗的過程 知道 我知道 就是那個完畢歸宗的故事 對啊 就是多年後相認 不是啊 而且這樣聽起來 我覺得鋼筆還比較實用 對 真的 而且你知道 媽媽有時候忙的時候 根本沒有時間去看那個東西 我跟你講真的 武俠小說啦 就是有育業一半 有沒有 多年後大家相認 一起相認 她找她的身父 就是用這個斷掉的育配 對 那她就是找櫻頭 都貓頭鷹 櫻頭 貓頭鷹的頭 對 你們之前 講快一點 你們之前生活過得很苦悶 你們有沒有收過什麼 都沒有一點娛樂嗎 那你們有沒有收過什麼 比較有情趣的內褲嗎 呃 內褲 算是有了 海綿寶寶的內褲 蛤 不是 因為 你送給他還是要送給他 海綿寶寶寶 不是 你要用想像 海綿寶寶的鼻子很長對不對 所以咧 剛好他的臉兩個眼睛在這裡 喔 我有送過 一條內褲給Ben 是 聖誕節 聖誕節送的 他是一個拐杖堂 然後那個拐 那個拐杖堂的部分就是 內褲的 就中間 正面 對 正面 就是那個拐杖 對 但他有送我 就是我覺得很特別的內衣 但是我覺得這內衣真的 因為我們情侶 老夫老妻送內衣 其實就是覺得 可能就是覺得是一種思考 但是我一打開的時候 我就這樣 翻白眼看他 因為他 而且他演賊賊賊的笑 他的內衣是軟 就是糖果 是用糖果串起來的內衣 吃掉 所以 所以拐杖公公想吃糖了 對 對 因為甜的 對 對 他就是整件全部都是小豬豬 就全部都是串著 對 全部要吃光 那要很小心 如果不小心咬到會很痛 他有顏色 你用了吧 有吃光 吃光 甜甜的東西就是有這個暗示 對 其實如果我是在加拿大的話 我會 如果我想要發展這種親密關係 我會送封糖醬 蛤 封糖醬啊 封糖醬 還是甜甜的東西 所以 他到底的暗喻是說我想淋在你身上 還是說 我們今天可以過夜明天吃早餐 的意思 看你怎麼玩 不好意思 請問龍哥都怎麼玩 我原本的意思是說 你送給他 然後 你等他怎麼回應 如果他說 我改天幫你走煎餅 然後你走 It is on baby 因為隔天早上你就 這麼興奮 對 因為你先 你送他嘛 然後在一起的話 你就隔天早上都有給他吃 你親手做的藍莓煎餅 就是這個意思 這個不錯 這個不錯 所以每個加拿大人都是這樣嗎 就是 比較浪漫的 那你以前在加拿大有吃到這件事嗎 沒有耶 他不浪漫啊 你不是都中辣族嗎 你到底在哪個加拿大人 在那邊都吃燒賣蝦餃那些 對啊 可以試試看 還是說因為煎餅要翻來翻去 這個按鈕 翻來翻去 那個蜂糖漿可以淋在上 滋潤 對 那個也可以吃啊 甜甜的 對嗎 你我送蠟燭怎麼辦 蛤 你為什麼要把我們帶回古代呢 對啊 奇怪 好不容易去加拿大蠟麥煎啊 因為這些都是我們 你們不能送蠟燭的嗎 因為你 不是 其他行人們講蠟燭 我們會想到浪漫的時候 你一講蠟燭 我們就想到往生背後 不知道為什麼 是不是 灰紅色 不是 灰紅色兩隻 好帥喔 我們法國會是很親密的人而已 會送給香水 因為法國有很多香水 所以就是很close香水 對不對 所以很close的人會送給你 如果男生給你的話 一定是因為有原因 香水喔 有感覺 可是送香水還蠻 蠻正常 感覺很普通 對我們來說 就是很親密的人會送的 像我聽過法國人 如果他們對一個女生說 你很香 代表我也對你有意思 是不是 所以送一個香水 就是讓你更對他有興趣 可是基本上在每一個國家 如果男生對一個女生說 你覺得很好 這是很明顯的 也還好吧 不一定有時候是蠻變態的 單純的讚美 我覺得是個很單純的讚美 有時候是蠻變態的 可是我曾經有送過那個香水 然後把一個法國的老師 就是法文老師嚇壞 因為那時候其實我是很容易出國 然後就在免稅店買香水回來送人的 那一次我一樣也沒有多想 結果買回來之後 我送給他 真的是目瞪口呆 然後我說怎麼了嗎 他就說 你是不知道這個在法國 如果是送人家這個香水的話 是有點那樣的暗示嗎 然後你就說 我知道啊 你下一次你要送給他 他以為我要跟他施生戀嗎 我說沒有 單純就是那一陣子 那個香水很紅 因為他找了一些偶像明星來代言 然後就買了很多送出去 然後因為我跟那法文老師很好 所以我就送他 我沒有任何的暗示 但是他就是嚇壞了 台灣男生送香水是 還好吧 應該生日禮物我們也買香水 香水其實很難 其實我跟妳講 在台灣已經 你送香水 人家可能還會覺得 你沒有騎亂 很酷衍 很酷衍 我們也是香水 法國也是很滿貴的 像Shanel Hermes 也是有香水 這也是很滿貴的 一百多元這樣 所以我們覺得也是很滿 所以法國男生送你香水的話 就是 有含意 那其他地方 對啊 其他國家 如果你們對香水有很像他們這種 其實我之前有一個台灣女生 她跟我說 她會送男生香水 因為如果她出去玩 回來香水味道有不一樣 代表她亂玩 對 了解了 有巴西也很會送 就是因為 要看 因為這個是女生也是會做一個挑戰 因為如果你送我一個香水 那個味道是 我不喜歡 那代表你還是不夠了解我 女生 巴西女生會這樣做 對 也是因為香水有關係 你會問得出來 你會記得 對 所以有一些香水 我現在我會問得出來是誰 誰用過的 對 我收過Ben送我的香水 但是是難用的 是他用的香水 就是他送我他用的香水 為什麼 所以 就是等於說我去哪裡 他就是覺得我可以在他 他在我身邊陪我 就是他有送我他用的香水 他就說如果 例如說我那時候常常出國 到日本去工作 他就跟我講說 你就帶那一瓶 然後你可以噴在房間 那送一個佛牌就好啦 很浪漫 對 其實這個滿浪漫 對啊 很浪漫耶 你送過女生最浪漫的東西是什麼 火牌 我把我們去看過的電影票 留下來 然後我拿一個筆記本 把它寫上 就是貼寫說 我們那天去看 然後比如說我們還去哪裡 然後去幹什麼 然後都把它寫在上面 照片 這樣幹嘛 因為他怕搞錯對象 沒有 所以要做一個紀錄 A是放A盒子 B是放B盒子不一樣 沒有 沒有 是說那個人家收到 也覺得很貼心這樣 對啊 這是高中生的時候在做 女生也很喜歡 就是那時候 對 我覺得女生很喜歡這種東西 是不是 照片那種紀念的 那些東西 對啊 我覺得動物園的門票 對 要看你追求那個人的年紀 是的 是在什麼的年齡層 對 對 三四十歲就沒辦法 沒辦法 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收過什麼的 性暗示的禮物 是你一收到就 就覺得 就是 就要著裝出發了 保險套 對 送你這個 會 女生會送男生保險套 會啊 我有收過那花的保險套 蛤 它是一朵花 但是裡面是保險套 蛤 前任會送 對啊 前任前任會送 對 用的時候也是一朵花 對 不是 就是一個保險套 還有那種 有口味的保險套 對 女生還會選擇 她晚上要什麼口味 因為他們會暗示說 這個是 就是很可愛 或是好笑的會送你 但意思就是 我要想跟你用 沒有耶 不一定 你們都會 真的 有的時候 台灣女生啦 我覺得台灣女生有時候送這個 真的只是好玩而已 對 就只是好玩 因為有的有造型 像剛剛潘老師講說 變成花 那就是湊巧看到 然後就 想買一朵花給老師 結果殊不知它是保險套 就給老師 送錯了 這到底有多難分辨啊 它上面還有紙條喔 紙條 就說我想與你 早日康復 對 早日康復 什麼早日康復 對啊 帥 可是這次 這次還好 我有一次還有收到 女朋友我來回家的時候 然後給我看一個禮物 然後我打開就看到 這個是請牆的衣服耶 為什麼 是什麼事情啊 他就跟我說 今天晚上你會發現 有壞人來了 請 抓壞人 沒有請牆 就是女生 女生 所以是他 是他要穿還是你要 他要穿啦 不是我要穿 性感內衣 性感內衣 你壞壞 我要抓你 這樣 那個不錯 這個很棒 這個也滿好玩 這個很棒 不要摳我們沙發 你又在想什麼 幹什麼 不要一直摳沙發 蛤 壞習慣